一般社区民众也能够成为纪录片的导演 拍摄出在当地让人感动难忘的事物 台北市都市更新处结合影像工作者业者 推动社区故事影像记录计划 免费提供培训课程 希望社区居民也能够化身成为影像工作者 让当地的发展历史留下记录 我预计是一年就可以把黑暗剧做起来 这样我就对我的故乡 对我四草这块地方有一个红线在 台南四草湿地丰富的自然生态 透过纪录片影像 点出保育工作人员为家乡这块美丽土地 努力的付出及热情 在你我生活周遭的社区里 其实有许多大大小小让人感动的事物 更是纪录片最简单入门的拍摄内容 社区里民也能够化身成为影像工作者 替自己的社区保存完整记录 社区记录片的精神在于社区居民 以他的观点来陈述这个事件 就是用社区居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或来诠释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 那因为技术门槛很低 所以技术是人人皆可为 就每个社区居民都只要他有兴趣 他有这个热忱 他都可以来拍摄他的社区记录片 从记录片的田野调查到实际外拍 全程有记录片导演在一旁协助指导 包括影片的后置剪接 如何铺成纪录片的启程转合 全靠团队合力拍摄完成 就像是社区总体营造一样 把区里每个平凡的角落 化身成为美丽的小小原地 靠的就是社区规划师及全体里民 共同努力的成果 社区里面发生很多大大小的事情 如果可以透过这个媒介 让更多人知道 让更多人来爱这个社区 让更多人来认同这个社区 那这就是一个设造非常重要的精神 所以拍纪录片这东西 它不只是专注于现代 它还包括了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文化跟历史 它如何传承下来 每个社区里的文化及历史背景 或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社区规划营造 透过社区影像记录 都能够完整呈现当地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而台北市都庚处结合影像工作业者 推动社区故事影像记录计划 免费提供培训课程 希望能有更多社区影像工作种子 在当地茁壮发芽 众家台北新闻李依儒采访不到